大家好,欢迎来到紫足球 今天主持Gary一个 为什么?因为来到英格兰 李斯特城看这一场 李斯特城对着修咸顿的比赛 第一回合大家都有点印象 修咸顿0比9给李斯特城大炒 但今次因为自从0比9的一场 卡申客图有所调整 亦有些实用上的改变 令到对球在乘诞快车的三场面称7分 今次乘着你的气势 抓一下李斯特城 看看李斯特城 今次会不会有机会 又炒到你,当然不会 我都很开心 如果赢获就更好 稍后再同打击 在球场外面 除了Mega Store 买颈巾的铺铺 最重要是有这一位 就是年龄前过身的 前李斯特城班主 有些围差 球场外面也有很大幅的赏 所以也都看得出 球卫对他非常厉重 而且球卫对他非常尊重 OK,进到Mega Store 这里看,哇 非常大的 店铺 也有一些普遍英超 的Mega Store 就是每位球员的球衣 看得到 James 麦迪森 华迪 凯利文斯 迪玛丽格雷 一辣数过去 现在的球衣 给大家看看售价 暂时还在买55磅 还未得价 印字的话 1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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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磅1组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这边是李斯律成 主场球衣 撞客 撞客给大家看近镜 哈菲班尼斯 今季非常厉害的左翼球员 这边是 今季收购的 艾约斯佩雷斯 上场炒修咸 他有份大帽 这个球员真是好球 一路向前 来看看 里卡尔佩雷拉 非常厉害的右翼 今季这个很重要 Andidi 也挺有兴趣的 所以我对他那件球衣 有了 其实这里也有 如果你要引哪些球员 有了就是多少钱 室远高14元 对对对对对 尔佩雷斯 13磅 理迪席13磅 当然它是计算字的长度 所以你看到 零零零零零 叫伯礼顿 要18磅 因为名字够长 还有两个数目 再看看其他 除了波衫之外 其實來到Mega Store 當然要找一些 平時在香港不是那麼容易找到的東西 就是例如這些 其實這些T恤 是自己球會出的 這些如果是理性的球迷都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這件 哇 記得嗎 沙華志也穿過 獲家球場的時候 這個不是獲家薯片贊助的時候的理事特成 看看它上面銷售哪一個 艾利諾 哇 九八至零零年 看看它後面是不是有印上的 後面是沒有印上的 不過這個艾利諾 大家有些印象就知道 Dennis Bracken 柏金 曾經玩弄他在鼓掌之中 另外一件呢 這件是黃色的作客 也是一件經典的理事特成的球衣 看看他介紹的是哪一個 這個呢 哇 樣子有點像 布連 就說的是 就是理事特成 就是 在這個 打歐洲賽的時候 就是被這個馬蹄都擊敗的 說的是 直到2016年 才再參加歐聯的賽事 這件黃色的球衣 如果有球迷 知道他是誰 就不妨給一些意見 給一些留言 告訴我他是哪位 一路下去了 很多經典的球員 這些80年代的球員 Dichino 他有些介紹的 嘩 這件是連尼加 這件我們給個遠一點的鏡球 大家看看 嘩 這件 他就說8號就是連尼加 應該就是連尼加 踢的時候 有這一件的球衣 你看到舊的章 有一個很簡直 真的是一隻狐狸 我們一路看下去了 Parrot 這個 都是以前 應該是李斯均城的 平宿 是比較遠鏡 大家看看這一件 嘩 是以前的經典的球衣 這些都是很值得看的 就是來到Mega Store 就是都是 這些球衣 香港也未必買到的 亦都是 非常值得留念 一路掃下去 帽等等 靠椅這些也有的 格仔襲衣 看看帽子 有多少錢 這頂其實好像不錯 杯式 20磅 不是特別貴 OK的 繼續留 中間簡直有些福袋 這個 四磅的福袋是什麼呢 是吉的 只是一個袋而已 不過現在呢 這麼多環保袋 不妨都考慮一下 四磅一個 還有那些什麼 杯啊 這些 英國人喜歡喝啤酒 杯就一定要有 有個樽在上面 李斯特城 現在天氣 英國的天氣非常冷 0至10度左右 今天來到李斯特城 是5度的 所以 製造一件 輕雨涌的背心 哇 都正 這個錢是35磅 350多元港幣 哇 非常人頭湧湧的 這個 李斯特城的Mega Store 這個時間呢 我也不客氣了 製造一件 李斯特城的球衣 想一下印哪個好呢 不如就 簽示物的信 好嗎 準備入場了 看看 外面就是 黃泉頭湧 黃泉頭湧 哇 這麼多人 雙方投聯進場 今天修閒順上 黃色的衣服 好可憐 好可憐 李斯特城 特城是 全好選場 藍西 DNLB CMX DN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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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n Going Away DN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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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 DNLB 球迷区,我唯有低调少许 现在三合线的球迷就 犯了什么都要 现在我们正在叫上球迷 有鬼故事坐过来的球迷区 现在李斯特城的球迷 对李斯特城打得这么慢 相当不满,为什么? 因为修行顿在前场的迫场 遮线非常成功,而且整体 所以他们现在很不满 就说太慢了 你知道李斯特城的球迷打气 为什么?修行顿现在 李斯特城的后半场 13分钟就差点来抢断了 算不过两次的下球 非常惊险的镜球 而且他们的突击力也很没机会 经常被修行顿在中场 这次快攻准了 这边华典 现场看得很快 进入禁区比赛 拍摄 我心很累 打得这么好 竟然敢得被华典的突击 搞定了 但我现在是白开心的 我已经是白开心的 突击力 我现在是白开心的 是白开心的 對 接城入,反而是岩士堂的一个省重人 是有点负车的 不过,起码进入了一球先,追回比一先 从左边来,送了直线去前面 每查特上来,出过来中间 差点搞定你了 接得很漂亮,这个攻势做得不错 追着一比一之后,我后面的球迷 现在经常对李斯特城都很不满 太轻松了,距离了 看他们交给班尼斯 哈飞班尼斯 前面,多点走动 现在有很多负责 这路就打气了,现在后面都在打气 看来西亚冬打得真是不错 上半场到这里 尼斯特城的球迷都开始有点超急 西亚冰 每场撈出去中间 突然扔进去,踢一踢地 苏米糕也不太敢破 刚刚这球尼斯特城的球尼斯特城 却尼斯特城的球尼斯特城 突然出过来中间 突然出过来,中间固 突然出过来,被杀特 立刻冲上前 这下是压进去就搞定了 幸虽是单地议斯,撿到第二球尼斯特城 正在一场 收咸团 现在收咸团完全压制住里斯特城 30分钟时间 联盟中间,拼了犯规 收咸团有什么? 死球专家James Ward-Prowse 这个球尼斯特城 危险了吧 有华特包斯,在这里送了一个罰球 刚刚联盟中间,按到拼顶,拼了这个犯规 相当之危险的位置 对里斯特城来说 相当之危险的位置 最深處在利斯特城球迷區的修行特球迷來說更加危險 一會兒興奮的時候,都要保持著 這個球真的叫呼 應該迷來吧 找到包斯吧 這邊,拉斯米哥都排在場 看這個發球 華特包斯,一定是你的 現場看華特包斯曲線互形 旁邊的氣波都市場陣 陣面都是這樣的 練球的距離 按區頂對出,就是四五馬 就是二三四馬的位置 現在,立力神給了些壓力 這個球證 李斯特城的球迷,現在很害怕 現在不斷在那裡叫,亂叫 哈哈哈哈 因為華特包斯這個發球來 炒了錯粉,華特包斯 華特包斯 哦,能夠撞到人牆 好可惜 這個球真的 大好機會錯過了 現在四十三分鐘的時間 上門陣三頓真的不夠運 連續兩次中尾,都是來自丹利英斯的球 現在就跳舞了,有路,華特包斯的發球 大家過來,延傳 剛剛過龍少少 落點就好 不過人家是衝過龍 其實不夠運 上半場,我覺得修行 打得好過主隊的李斯特城 而且迫搶呢 又快速 攻勢又入用 而且還可以掩制到對手的密迪遜 最終什麼 現場的球迷 都告訴大家 完全是李斯特城的表現 絕對不能夠令到他們滿意 不斷地叫做 做些什麼 說些球員 唱歌的聲音都是比較小 不斷地的 剛剛八十九分鐘李斯特城一個分球 追回2比1 追回2比2 這個時間 就VAR正在入球 VAR正在好緊張 看任務越位 現在正在停 後面很多李斯特城 後位 還在抑鬆 又打到 又打到 90分 第1 打中了 至少過 走 隔壁 現在那個位他打到 跳 很強烈 為什麼 因為 看這邊 這麼長球 不知有無限的VAR 之下 結果呢 九十幾分鐘 這個應該不是很清楚 90分鐘保持5分鐘 修行完領先2比1 嘩 還要選到差點比 就是車輛當時焗了球 一路還在李斯特成後半場玩 在身邊的球員罵李斯特成 很好笑 為何我們不在玩 用這個動作 他們沒有聲音出了 然後球迷都起身離座了 因為看來這場球已經輸了九成了 這裏 修行頓的球迷在這裏 但是呢 我們也聽到他的歌聲 最後一擊 伊雲斯 直到球搶過來給蘇亞利斯 還這麼休息 壓到右翼 推到中間 進去 哇 嘩 這球沒有10年馬 嘩 早後來落下都不錯 挺準 不過保持應該差不多吧 九十五分鐘 沒什麼好想 是 可以 就在這裏 好想 成功 2比1就在王拳球場排了李士特城 為了這場相當刺激和多次發生的比賽 印象中起碼有三支VAR出動了 而且一次否決12萬 那一次就否決入球 沒有記錯,好像只有一次而已 Hi 你現場看球,其實我不是太記得在比賽中有什麼發生了 但是英超看球真的要買對你的HOME FAN SECTION 即是AWAY FAN SECTION還是主場球迷 因為這場球其實我本身自己有放了AWAY FAN SECTION 但是因為飛機出了一些文化輾轉 到最後得到了一張主場球迷區的目標 所以慶祝的時候也不可以太興奮 但是這場球,很坦白說 現場看見到阿華Dee是很快的 但是其實真的發揮一些速度 機會真的很少 另外其實李士特城裡面 你一看得出的最好球是尖士文迪順 只有他一個 在現場看到他大球貼腳 和他能夠給手術都直線的 都是靠他 至於修行力方面 哇,這場球全場打得很好 可以說是李士特城 這場球在電視裡面和現場看 都是一場很久以來 今季最差的應該是這場比賽 對,藉口是被修行頓壓著半場尾砌 被修行頓逼到他們都猜到上前 射回到後面給手衛員 打得真是一般 不過現場的球迷也能感受到 他們對球隊表演的不滿 很多粗口 又說是too slow 做了些什麼 對,開掌握球員 所以感受到這場比 李士特城的表演 都是水準以下的 最終李士特城 鼎然主場一比月輸給修行頓 出發